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话是5月30日 今天是这个农历的话是这个初一 初一的话还是要保持一颗上心 寻上积德不能少 今天的话是属羊 通过这个时间来说 它这个六合的话是什么 是马 马以这个年上是三合 所以今天马最旺 又以日出是六合 又以年上是三合 这是最旺 那这个亥卯卫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旺的 就是猪 猪的话是以年上六合 以它的话是三合 卯兔的话 今天我就不看了 因为这两个六合 这个真合之日 这个蚂蚁猪的话是非常高的概率 我们继续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鬼水生于火叶 这个全是火 这个木又旺 火又旺 所以这个虎的话是特别的旺 你说是单旺则旺的话 对吧 这个就是以火来说 另外偏弱的话 我主要是根据它严实来说的 这个是水命 以行金水为主 我们就从五行里面 金水火三个五行 去写这个马和猪 继继续看一下 我们说了啊 这个马是今天最旺的一个主节 另外下来就是猪 这两个生肖 那马和猪这两个生肖中怎么来写 对吧 是写到哪一个呢 就到这八个数字里面去写这个五行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说了这个火啊 四十五 这个是马的火 就忘了 猪的火的话是二十九 这是狗 猪的火是二十八 那显王火呢 我们来显严神的 就是水的 这个马没有水 只有金的 就是零九 零九 那猪的水呢 四十 这几个数字比较旺一些 四十五 二十八 四十零九 另外的话 你想从这个鸡和猪里面 再去显的话 就是显四号啊 对吧 三十三号 这些也是可以一起参考 今天呢 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点关注啊 我们就显这几个号 做供大家参考 零九十六 四十二十八 四十五 这样几个数字参考一下